怎么会太久没回来了 你的我的狗都不认识我了 然后上面有一些这个克莱因的蓝 这颗感觉更偏米一点 这颗就是更玫瑰色一点 超大的箱子 也是来自于胶下 我觉得短发带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夸张的 耳环就会很好看 买了一双LV的TRAINER 牛仔老花的款式 New Balance的这一双1909 好酷 有没有像不像变形金刚红 今天外边下雨 这是我能找到我们家目前来说 光线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地方 叮当 你说大家好 我叫叮当 我回来之后叮当都不认识我了 我刚一进门的时候 叮当咬了我半天 实际咬我脚后跟 我也太久没回来了 你的我的狗都不认识我了 回国到现在已经七天了 但是我的时差还是捣乱七八糟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回国这一个星期的狗分享 我觉得没有人回国 不会狂在淘宝上下单 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旁边这先放了两个这个箱子 我先给你们分享一下 还有我还买到两双鞋子 今天的视频内容也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丰富呢 样样开吧 回来怎么可能不买手机壳 回国可太方便了 我觉得我们家楼下每天最忙的 就是那种快递公司的送货车 好看吧 一个银色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这个克莱因蓝 挺酷的 也很流行的那种千启风 要有一点这种银色的元素 我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的换手机壳了 可便宜了 这手机壳 20块钱 这单买的东西特别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给我装了这么大一个箱子 这啥呀 我就买了两块3CE的腮红 它送了一个这个小的腮红刷 我回头把色号什么的都可以打在屏幕上 如果你们感兴趣我买的是什么烟色的花 烟粉色的感觉 这个叫Rose beige 这个好像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 比较火的一个颜色 这颗 这颗感觉更偏米一点 这颗就是更玫瑰色一点 但镜头上看来真的是 看不出来区别呢 胶下 这一箱是胶下PR寄给我的 谢谢胶下 春夏的新品 是一个防晒衣 它包装包的还挺好的 它就是带一个这种帽子 然后这个帽子有一个颜 这个颜是那种做那种防晒材质的 哇这个衣服摸着好舒服 超柔软 他们家人体做这种防晒服 都是做那种比较时尚的款式 超大的箱子 也是来自于胶下 就是这个小盒 他们胶下 你看他们包装真的做得很好 这是什么 折叠墨镜 我看一下这眼镜形怎么样 我选了一个茶色 好轻啊这个眼镜 而且它这个眼镜脚 这个地方我刚才在拆开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它上面是做那种 橡胶的这个橡皮条 所以它比较防滑 第二个 哦帽子 他们家特别有名的 超级网红的防晒帽 米色 看前边的这个 就是卡在头上的这个 发箍这个地方啊 坐的里边好像是有一些 记忆棉的这个棉垫 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我前两年在美国的那种华人超市 买过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防晒帽 哦那个质量真的是啊 就不要再说了 就是你把它拿到手里 捏在手里 这个材质就是真的很不一样 这是一条七星裤 哎呀我怎么感觉它给我寄大了呢 但这个材质摸着好舒服啊 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材质 就是夏天穿着应该会比较凉快的 这么一条七星裤 然后我选择的颜色就这种冰蓝色 灰灰的这种冰蓝色 然后防晒袖套 这简直是开车人的必备啊 我选的这个颜色跟我那个防晒帽 跟我这个防晒帽他们俩是配套的 我想说他们一起戴的话 看起来颜色比较统一 我在车上紧以前都是放一个特别薄的那种衬衫 然后当做防晒衣这样子 而且它这个面料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瑜伽裤一样 都是那种冰冰凉凉 很舒服的 很轻薄的这种面料 再继续 这也是一个防晒外套 但是它是有一点那种防雨布的那种材质 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材质不一样 有一点点防雨布 但是它比那种防雨布要做的 就是轻薄太多了 然后一看都是那种很透气的材质 很薄 真的超薄 质量又很好 但是又很薄 你看到它 你就觉得穿上它一定会很舒服 很透气 同样跟刚才那个防晒衣一样 它也是有这样子的防晒帽子 然后旁边有一个这个防晒的涂层 这箱的最后一个 应该是一双鞋子 哇 好漂亮 这个鞋 有一点那种登山鞋的样式 然后它是 它也是这种米色 就那种奶奶的米色 跟我前面说的那个防晒帽和袖套 它们都是一个颜色的 然后这个鞋子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它前面呢 有一些橡胶的这个材质 是这种拼接的 下雨天穿它 也会比较防水吧 重点是它很轻 虽然看起来就是很重工的样子 但是它这个鞋体 它自重很轻 好 以上呢就是娇夏 它们春夏的新品 就跟你们分享完了 谢谢娇夏 继续开这一袋 这一袋其实都 好多东西都已经打开了 耳目桃的一个化妆棉 我在我之前的某一个视频里边 好像跟你们介绍过 我说这个牌子的粉扑非常好用 然后它一盒里边是两颗 我已经拆开一颗再用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视频 一个金色的电话线 像那个皮筋 那个圈圈的这样子的耳环 我真的是对圈圈的耳环 没有任何抵抗力呢 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么喜欢圈圈耳饰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耳饰它是一个银色的 也是一种不规则的圈圈 大致就是这样 也很好看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金色的这种圈圈 也是圈圈 不规则的感觉有好多个金色圈圈 叠加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种比较夸张 我觉得短发戴这种 相对来说比较夸张的耳环 就会很好看 找了半天 原来在我脚底下 一个椭圆形的耳环 是这样子 好看 接下来分享两双鞋子吧 一双是我回国买的 一双是我回国前一天 突然失心疯 然后去买了一双鞋子 这双鞋比较贵 先说这双贵的吧 我买了一双LV的Trainer 牛仔老花的款式 买它真的非常Random 就是我在回国前一天呢 回国前两天呢 就刷手机刷刷刷 突然有一个人 就在分享他的这双鞋子 然后我就一秒被种草 其实之前 他这鞋子已经出了好久了 我都觉得 嗯还好 就好像耐克的鞋子 直到那天我看到那个男生 还是一个男生种草给我 然后那个男生穿那双鞋 我觉得哇太酷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冲去店里 然后刚好也有我的马 就是他的自种 算是种鞋子里边 不是很重的 算是轻的吧 他这个牛仔老花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黑色 然后我觉得蓝色上脚 会更清爽一点 反正蓝色牛仔比较经典嘛 再加上配这个白色 我觉得上脚真的是好看 我已经穿出去过一次 我觉得脚感也非常的棒 New Balance的这一双 D906好酷 有没有像不像变形金刚 银色金色黑色这样子的元素 然后就很千喜风的这样子一双鞋 脚感太棒了 就是那种无敌舒适 体体我觉得设计感也挺强的 然后更有造型感 就配西装啊 或者配那种很简单的白色T恤啊 都会很好看 很出彩的一双鞋子 来吧 吃这个吧 范科 哎呀我真的太感谢范科了 就他们三月底的时候联系我说 想要给我寄他们今年那个春夏的一些新款 然后呢我说我要回国 我可能今年没有办法跟你们合作了 范科的PR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 也都成朋友了 有事没事还会聊聊天的这种 然后他说没事 你回国安顿好了以后呢我把衣服寄到你国内家里 你回国还有衣服穿 太暖心了 他寄给我什么我都不知道 所以赶紧拆开来看一下吧 哇好厚实啊 太适合我这两天穿了 这是一件灰色的卫衣 好好看 然后有一个绿色的字 Toronto yes Toronto 然后他这个帽子上还有一个字母 1834 丝绒的材质 丝绒的材质配上这个绿 真的是非常有质感 好好看 酷不酷 然后我们拆第二件 这是一件圆领的 冰淇淋紫色 很温柔 然后是这种小花款式的 后边在这里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可爱吧 这还是个真实的口袋 这件是M码的 应该跟我身上的这个大小是差不多的 这件紫色的衣衣上身就是这样子 很好看 而且它旁边还有两个小侧兜 手也有地方放 长短大概是盖过屁股的一个长度 底下我觉得套瑜伽裤也可以穿 或者套牛仔裤 运动裤都是可以穿 最后一件 笑脸款 也是圆领的卫衣 雾霾蓝色的感觉吧 然后它前边 在胸口这个地方 有一个笑脸 那它笑脸是那种毛巾圈的感觉 蓝色上身特别清爽 还蛮显白的 挺可爱的 胸口有一个这样大大的笑脸 好看 而且很暖 非常适合我们最近这种 非常不正常的天气 谢谢饭客 那非常期待你们夏季的短袖 好 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期 回国的第一期跟我分享 希望你们还会看得开心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知道大家都在催我的vlog on the way ok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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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